韓國瑜回防高雄到岡山 選擇壽天工幫黃韻涵站台 拜拜上香後還寫春聯 全城廟方主委戴清福在一旁 但這一段致詞 也讓外界解讀 一向偏綠的他是否倒戈改挺韓 讓主委很困擾 緊急透過小運進辦代發了澄清聲明 本人身為主委接待式情理之事 但僅止於此 不代表本人跟廟方支持特定對象 主委發聲明後低調沒現身 怕事件再發酵 壽天工身為岡山信仰中心 別說韓國瑜要特地來 廟房大門上高高掛著 總統蔡英文跟陳菊送的匾額 他們也一起在大年初一來這裡 發過紅包跟福袋 特別看重是一位岡山地位特殊 過去兩次總統大選 2016年蔡英文大勝朱立倫兩倍多票數 就連2012年敗選時蔡英文得票率也破50% 是綠營票倉 但在去年市長選舉 只等到信號贏了 韓國瑜得票率54% 勝過陳其邁的43% 岡山綠地翻轉成藍天 這次總統大選 韓國瑜當然想守住三山 信仰中心的廟房主委 立場當然很重要 讓藍綠雙方展開搶人戰 但廟房主委聲明 接待其力中事 僅止於此 這句助高票當選只是基於禮貌 希望外界不要想太多 真的沒有人公開表態 三星文黃大衛 古不先高雄報導